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3月1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随着对中国股市信心的改善,外国投资者结束了外流 南华早报 经过六个月的资金外流后,外国投资者已恢复购买中国股票 这表明近期的市场救援措施已成功恢复了投资者的信心 海外对冲基金尤其看涨 瑞银报告称,他们1月份向境内股市注入了77亿元人民币 2月份这一数字至少增至136亿元人民币 外资买盘主要集中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 这些股票今年估值大幅上涨 空荡荡的村庄或就业机会匮乏的城市 中国农村的艰难处境 南华早报 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了重大挑战 包括老年人得不到足够的照顾 离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 这项基于11.5万名居民数据的调查发现 农村居民越来越难以维持高质量的生活 许多人感到陷入村庄资源不足 和人口中心就业前景有限的困境 该研究还强调了农村家庭 因城市化生活方式的高成本而面临的压力 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影响 2月份 中国房地产销售下滑 市场预期限购政策将放松 南华早报 由于春节假期期间需求下降 以及购房者信心低迷的压力 预计陷入困境的行业将继续陷入困境 2月份 中国大陆房地产销售连续第10个月下降 据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月份中国百强开发商的合同销售总额为 1857亿元人民币258亿美元 同比下降超过60% 环比下降近21% 2月29日 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研究机构发布 查获得与恒大许家印有关的 价值7000万美元的香港房屋将被出售 南华早报 与中国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有关的一处 香港豪华房产已被接管人以5.5亿港元 和70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该房产位于著名的山顶地区 预计在本周预算中 房地产限制结束后将引起人们的兴趣 另一处与恒大创始人相关的房产10C 也将很快挂牌出售 印花税的取消预计将刺激交易 并吸引内地和海外买家 中国银行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批准了280亿美元贷款 彭博社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 已批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和28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 用于房地产项目 与此同时 政府继续敦促贷款机构 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 尽管有这样的支持 中国的房屋销售量仍在继续下降 2月份最大的100家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额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0% 中国特使再次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 期望直低 南华早报 中国欧亚事务特使李辉 正在对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德国、法国和布鲁塞尔 进行外交访问 讨论乌克兰战争的可能和平解决方案 然而观察家声称 对成功结果的期望很低 李辉2015年5月的首次和平访问 未能推动和平进程 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也引发了批评 尽管有政策支持 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5个月萎缩 美联社 根据对工厂经理的官方调查 2月份中国制造业连续第5个月萎缩 尽管北京最近采取了提振经济的措施 但2月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上月的49.2跌至49.1 财经新闻媒体财新的另一项调查显示 制造业PMI从50.8 小幅上升至50.9 与此同时 衡量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活动的 非制造业PMI从1月份的50.7升至51.4 即将召开的3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预计将重点讨论提振经济的财政措施 碧桂园如何应对中国房地产乱局 彭博社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仍在持续 价格下跌和对陷入困境的建筑商的担忧 阻碍了购房者 碧桂园控股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是经济衰退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8月份亏损创纪录 目前面临着潜在的清算 该公司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应对经济放缓 也未能认识到严重依赖二三线市场的风险 碧桂园有三千多个悬而未决的项目 是其竞争对手恒大的四倍 因此该公司的倒闭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和俄罗斯买家涌向东南亚度假圣地的豪宅 日经亚洲 东南亚的豪华住宅开发项目 尤其是普吉岛等度假区的豪华住宅开发项目 吸引了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寻求长期居住的富人的兴趣 品牌住宅提供类似酒店的服务和设施 适合在度假区长期住宿 英国房地产服务提供商第一泰平戴维斯表示 亚洲占据全球品牌住宅市场20%以上的份额 其中普吉岛位居亚洲首位 然而人们对快速住宅开发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担忧 理想汽车推出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 彭博社 中国电动汽车初创公司理想汽车推出了首款纯电动汽车 一款名为Mega的七座多功能汽车 车辆一次充电可行驶710公里 充电12分钟可行驶500公里 理想汽车首席执行官李祥表示 这是全球最大量产的电动汽车 该车将于3月中旬上市 起价为55万9800元人民币 7万7800美元 理想汽车此前一直专注于增程电动汽车 安全仍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而不是经济 日今亚洲 伊诺多经济公司创始人兼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 乔伊列瓦表示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对安全的关注将继续影响经济增长 尽管习近平强调安全是确保共产党掌权的手段 但这种关注也阻碍了经济发展 中国最具创新力的公司面临着更严格的监管审查 私营企业家情绪低落 外国投资者正在撤离中国 中国经济也受到坏账产能过剩和谨慎消费者的阻碍 乔伊列瓦预计全国人大会议将安全置于增长至上 中美团队用3D打印打造世界最强钛合金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在钛合金3D打印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该团队开发了一种工艺 可以制造出没有气孔的钛铝繁合金 气孔会影响材料的性能 新工艺成功实现了迄今为止钛合金中最高的疲劳耐受性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一突破对于航空航天业具有巨大潜力 随着中国收紧就职前的挤压 台湾面临持续的压力 日本时报 在下一任总统5月就职之前 台湾正面临着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官员已采取措施 例如夺走一个外交盟友 改变台湾海峡的航线 以及在台湾控制的金门群岛周围 进行定期海岸警卫队巡逻 台湾担心中国将继续加强对台湾的控制 而不诉诸直接冲突 链上 中国省份邀请外国投资者进入战略领域 南华早报 作为中国第二大经济省份 江苏成为第一个邀请外资参与其战略产业链的省份 此举是国家留住和吸引外国投资者努力的一部分 然而 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分析师对该战略的长期可行性感到担忧 江苏呼吁海外参与做强 补充 延伸产业链 其他地方都在推动外资参与产业价值链 但江苏的举措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普拉达乘着奢侈品热潮 而大众零售商因中国需求疲软而苦苦挣扎 彭博社 受亚太地区尤其是日本增长的推动 普拉达预计将公布强劲的盈利 由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 以及其他主要市场的增长放缓 该奢侈品牌正面临着奢侈品行业放缓的局面 相比之下 由于中国宏观经济不利因素 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京东预计将出现至少自2015年以来最慢的年度收入增长 京东也以大幅降价回应阿里巴巴云计算服务降价 这将侵蚀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利润 普拉达未来十年的增长预计将受到其品牌实力和全球收入增长的推动 阿里巴巴大幅降价引发云计算价格战 彭博社 京东也以大幅降价回应阿里巴巴云计算服务降价 阿里巴巴将100多项服务的价格下调了55% 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赢回客户 电子商务和云服务领域的竞争对手京东 在同一天也做出了一轮降价回应 阿里巴巴最初计划将其云业务分拆为一个独立的上市部门 但去年取消了分拆 阿里巴巴此举被视为是为了抵御来自腾讯、百度和京东的竞争 为何投资者看好中国在岸市场的持续发展 南华早报 中国股市经历了自2022年11月开始放宽 COVID-19限制以来的最佳阅度涨幅 沪深300指数2月份上涨9.3% 而中正1000指数小盘股同期上涨11.7% 一些基金经理和分析师认为 上涨是北京方面为提振市场情绪和支持市场而采取的政策努力的结果 包括降息和国家支持基金的干预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基本面和结构性问题 其他人仍然持怀疑态度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汇总、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易于访问 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ubrief.com 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6度万事、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服 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全线升级 6度世界现在体验 请去3w.6du.word 限时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6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就可以与6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6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6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du.word尝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